各位领导人大家早上好 欢迎来到豪神有约 那今天是豪神有约40集 我们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嘉宾 最近呢我看到很多人在脸书po一栋 坐落于林口的建筑物 非常的壮观 很漂亮的一栋建筑 那就是我们Reway的企业总部 那目前呢正在赶工新建当中 而这栋建筑物呢 就是由今天的嘉宾的部门来负责的 那包括呢 现在台湾总共14间分行的设立 还有我们公司美容产品的研发 还有很多国际市场的 去公司的设立 也就是由他所带领的这个部门 创购部所负责 那同时呢他也全程参与 还有见证了台湾六位的发展过程 所以今天呢真的非常荣幸 可以邀请他来接受访谈 好所以呢现在就借由大家掌声 欢迎我们六位国际创购部总监 胡孝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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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你 先给他打个掃声 线上所有的领导人 大家早上好 非常荣幸 应该是我很荣幸 能够有机会来参加这个 燕豪所主办的这个豪神有约 很久 很久没有 跟大家见面 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觉得哇 有这个豪神有约真好 通过这个平台 即便不能及时线上听 我觉得也可以不断地去从YouTube里面去找到 听到好多领导人 透过豪神有约的访谈 去听听大家 哇每一个人的境况 感觉非常好 再次谢谢豪神 对 其实邀请胡孝 我觉得有点紧张 为什么 因为他不算是业务部门 算是内勤在支援我们的行政部门 那大家都看到 我们就是在外面打拼 然后他们在后面默默地支援我们 但是我们也是很想了解 就是他在我们背后 为我们付出了什么 当然大家对侯牙还是会有点陌生嘛 所以我希望侯牙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的一个成长的经历 让大家认识一下 好 我在家里排行老二 所以人家常说排行老二的人 就是爹娘 比较奇怪 集三千同爱所有的 我的姐姐是家族里面的长孙女 所以奶奶啊姑姑们啊 大家的眼光都是在她身上 所以我记得我小时候要回奶奶家 我都不是很喜欢 我准备要回奶奶家了 姐姐永远都是说什么时候要去 什么时候要出发 那我是那个准备要从奶奶家离开的时候 我问到底什么时候要回家 到底什么时候要回家 这是排行老二 然后我下面是一个弟弟 老妖 所以是家族里面的长孙 又是集三千宠爱于一身 所以身为老二的个性 从小 我觉得心里比较多 那个千奇古怪的想法 然后也很懂得怎么样去交代 交代父母 所以我们从小在 当然从小 我同年龄的 包括我不知道线上很多人 我几乎听到的都是 当讲小时候拿什么道具 被父母打的时候 哇每个人千奇百怪什么都有 我就觉得 还好 我是从小到大 几乎我们从来没有被 我从来没有被父母打过的那一种 一次都没有 很少耶 很少小孩子没有被打的 没有没有 我完全没有被打过 所以 所以我觉得 这可能是 对 从此可见就是 那个老二的 老二哲学的性格的养成 所以 我尽可能的 几乎都不让父母去担心我的事情 那导致我 我觉得从读书 读书也是家庭 那个学校的家庭全部都是自己签好的 然后功课我也不用 不过我相信我们那一员读书 那一辈孩子读书大概都不用父母 父母也不会去迷你读书啊 都是自己的事情 对啊 那 这是小时候大概成长的经历过程 那 我讲一段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的兴趣 是后来 我其实是出了社会之后 才开始热爱阳光接触运动 我从 读专科五年 然后插班大学三年 整个八年的时间 从专科体育就是做选修的 八年的期间 我永远只是选修两种体育课 不是桌球 就是羽毛球 因为我觉得 而且大部分其实都是桌球 因为我觉得桌球都可以待在地下室 桌球教室里面不用晒太阳 然后运动范围最小 我只要在桌子旁边移动一下 就可以达到球 我是不爱晒太阳的人 然后甚至国中的时候要跑步 一定没有我的分 全班三十个人去大队接力了 那个柯任老师说 胡孝华你腿这么长 为什么你还在教室 你没有去参加接力比赛 旁边同学说 老师他人家跑两步 他才跑一步 因为他动作比较慢 我也非常非常的不爱跑步 所以由此可见 在读书时期 我的运动是非常不热爱运动的 那谈成长经历 我就顺便带这一块 也借此来勉励所有人 我其实是踏出社会之后 那时候我记得健身房开始很热门 那时候那时候是亚历三大 就觉得应该来去健身房运动一下 下班之后不知道要干什么 我记得刚到健身房去踩那个飞轮教室 有没有 在那个冷气房里面要踩飞轮课 我记得那时候还是要 我的去的教室 还是要自己把飞轮机拖到你的定位点 然后踩一首歌 一堂课是一个小时 我记得踩到第二首歌 我就跟我朋友说 等一下等那个老师音乐又下的时候 然后他会关灯 然后老师会带一些 比较嗨气氛的语言或干嘛 趁关灯之后我们赶快出去 因为我快受不了 所以真的是 老师灯一按我就溜出去了 然后等到他一个小时下课之后 我才默默进去 然后把自己的飞轮机把它复原 我是从一开始这样子的人 一直到 那时候觉得 从健身房开始踩踩踩踩 突然用这样的过程去锻炼 觉得一直在冷气房里面踩 我们来幻想一下 如果真的去外面骑脚踏车 感觉怎么样 我记得我第一部脚踏车 要上中校桥的时候 我上不去 我下来用钱的 所以你无法想象说 我说从这样的过程 有一天我也可以骑上武岭 然后甚至去接触铁人三项 或者是越野跑或什么的 所以大家都知道说 我其实是在40岁的时候 才打算要怀孕生小孩 我记得我应该在去年吧 疫情有一天我在楼下 推着我的孩子去诊所看医生 然后从诊所要跑回 推回家的时候 前面有个红绿灯 我推着我的孩子用跑的 就想要抢过那个红绿灯 赶快回家 边跑的过程 我突然觉得很感谢老天爷 给我这样的一个机运跟安排 他让我大概在20几 大概其实应该来说 大概30岁 一直到40岁 这10年的期间 让我去不断地接触运动 养成我那个体能的基础底子 所以让我还可以推着我的小孩 现在已经我今年45岁了 就是我的小孩还可以用这样奔跑 在马路上 我觉得感谢老天爷 运动真的挺好的 那当然还有 我觉得从我描述的这个过程 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没有任何事情是不可能的 只要你要 你看我曾经这么菜 我所有认识我的读书的同学 都觉得我脑袋一定有被牛车碾过 完全变得不一样 一个这么不爱晒太阳的人 怎么现在会是变得这么阳光 可以在阳光底下里面运动 一场比赛长达十几个小时 所以我觉得对 很多事情 比较好奇 因为你刚刚一开始说 你都在做室内运动 后来到健身房 那你跨出去去走户外的 那个关键 你的脑袋的转变是什么 因为一定有遇到什么事情 去冲击到你 你才会去做这个 因为那时候可能在 我说尤其是我说 我刚好谈到在健身房才飞轮 那其实飞轮老师在带动的时候 他会让你去想象 他虽然说 他关了灯 他会告诉你 你现在是上坡 所以你持笔要调得很重 就爬坡 然后当他要你把持笔放松的时候 就是下坡 所以他会用想象的意境去 带你觉得你在外面 乘着风骑车的感觉 所以当这样骑久 我就觉得好像在户外试试看 可能也不错 那但一开始我都是夜骑 我都是夜骑 晚上出来去河滨公园骑车 或者是附近的那个山 小山丘去骑车骑到山顶 那我的 对 所以是从这样开始的 夜骑 然后后来就被骗了 夜骑骑完之后就 就开始 白天假日 一口气就从我家住新庄 就从新庄直接骑到金山 去吃个鸭肉 骑到那里都快趴了 怎么吃鸭肉 重点是 还要再骑回来 那我觉得 做任何事情都一样 就是当你慢慢的 一点一滴去累积的时候 你的体力跟体能 也是这样被累积出来 你原来骑一次两次三次 新庄金山 新庄金山 你就发现 你也可以 你也可以上 你也可以骑去武陵 对啊 但是你喜欢运动是一回事 但是你又去参加那什么铁人三项 那其实那个又是另外一种挑战 因为很多人运动归运动 可是你要去参加比赛 毕竟那是一种 要非常有毅力的一件事情 那后来为什么去参加这些竞赛 我觉得是 其实一开始都是被骗的 就跟大家做 大家来例会很多人一看 不过被骗进去 被骗进来之后 你会发现 其实 里面 其实每一件事情都很 很有趣的地方 以及 只是有趣而已 我觉得 我一开始其实也是被 我记得我第一场比赛 在西湖 西湖度假村 游那个湖 那 我们也从来没有游过开放式水域啊 几乎都在游泳池游泳啊 要跳到湖里面游泳 对自己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恐惧 那那时候 那一阵子好像还有接触催眠 我记得到下水之前 我不断用老师教的催眠方法 那捏自己的耳珠啊 或什么什么 然后一直告诉自己说 我可以游开放式水域 我可以游开放式水域 其实会怕 而且还背着鱼雷浮标 还没想到 那个 背着鱼雷浮标 是最后下 最后一批的人出去的 因为最厉害 有的一定先让他们走 我记得那一场比赛 我是第一个 有鱼雷浮标上来的 哇 所以你游泳很强啊 也不是很 也不是很强 我觉得 跟那些没有背鱼雷浮标的人来讲 他们才是叫做厉害 对我们来讲是 你会发现 其实只要克服心理的恐惧 因为鱼雷浮标 大部分人心里是害怕的 所以当你下水之后 你克服那个恐惧 你自然就很 很自然的去发挥 你原本游泳的状态 所以我觉得是 克服了恐惧感之后 你会发现其实 哎 哎呀 也没有什么 所以就从一开始 51.5的距离 哎你可以比完之后 你就会慢慢拉长 哎我就去挑战 113公里的距离 113公里的距离 哎你觉得可以了 然后就大家糊弄糊弄 要或要或设定目标 哎就来到226公里 线上很多人会解释一下 什么叫226公里的概念 如果用地域性来讲的话 就是今天大家早上6点钟 我们在那个总统府前面集合 然后鸣枪之后 然后假设仁爱路就是一个游泳池 你就从总统府跳下去开始游 一路游仁爱路游到台北市政府 大概这个就是游泳的距离 3.8公里 然后游到台北市政府之后 脚踏车在那边摆了 所以你一上岸之后 你就要赶快穿上你的鞋子 戴上你的安全帽 然后赶快塞一点吃的东西 你不可能吃 这时候你不可能再去吃什么饭团啊 什么你会吐出来 所以大概都是吃一些果胶之类的 然后补了果胶之后 牵了你的脚踏车 从台北市政府出发 然后开始骑往台中市政府 这个距离大概开高速公路 大概160几嘛 比赛是骑180公里 所以就各评本事 各评本事看你快或慢 那你骑到台中市政府下来了之后 赶快把骑脚踏车卡鞋换下来 然后你再换上跑鞋 然后从台中市政府跑到南投 应该南投县政府 就是一个42公里的马拉松 要花几天的时间 一天啊 一天可以做那么多事情吗 就一天啊 那你最佳纪录是 一天就很痛苦了 还比好几天 那最佳纪录是多少小时去完成 14个小时 其实是不好的成绩了 因为像真的很厉害 职业级的选手是 七八个小时就完赛了 就是他天亮 天亮前6点钟 天还亮的时候 他就已经在终点了 可是我们是那种要比到 晚上可能9点10点 才回到终点 对 还蛮想象的 一天14小时都没有休息 像一时游 一时漆 一时跑 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 确实 所以我说 所有的目标 都是从小目标 中目标 大目标开始 就像每一个人 一进入到例会 他一开始是觉得 他完成一个一心 已经很不容易了 然后再来进入 一样也是一阶一阶的目标 所以当你回 你是循序渐进这样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其实包括你们做飞马 像彦豪来到这个 你不是第一天就直接跳到 今天这个飞马酒 对 你也是这样 一步一步来 你就会 他其实是可以有机 其实他有个阶梯式的目标 然后跟着队 对啊 听起来已经不是铁人的 好像是钢铁人在做事情 不容易 其实我觉得就跟做 我觉得跟在例会 每一个人 每一个领导人都一样 你们在完成 你的目标 每一个阶段 其实也都有各自很大的挑战 从一般人的角度看 我相信现在所有人 看豪神也是仰望 觉得哇 你今天达到 你今天这个位置 也是 大家觉得神才能够做到的 但你还是做到了 是 OK 好 那想问一下就是 那你以前念书阶段 是念哪一方面的 我是念银行保险 所以我大部分 我的学长姐 我的同学 几乎在银行业跟保险业 证券业待 那只有我不务证业 因为一毕业之后 因为一个同学的 因为那时候同学 在那一家直销公司里面 担任总董事长的秘书 然后就说 我们公司有缺一个职务 是MIS 问我 要不要来公司上班 所以就很容易 就说 好 那就去 所以我说就怎么样 莫名其妙的接触了直销公司 就到直销公司上班 对 所以你毕业之后就直接到直销公司 对 几乎第一份 就是第一份在办公室工作的公司 就是直销公司 所以一直到现在为止 你有做过直销以外的产业吗 有 监中 监中 你看我 大学毕业二十三四岁吧 对不对 然后到现在 所以二十年的期间呢 我大概从事直销工作 有十六年 所以监中有几年 是回到传统产业 是 好 那当然你接触了直销嘛 但是大部分都是以内勤行政为主 那你当初没有考虑过 自己来当经销商 所以我说遗憾 当初同学约我 不是去听OPP 约我是去内勤 所以 从 我说大部分正规的直销公司 都是这样 你一旦成为内勤同事 你从进去的 就被灌输的教育就是 你是不可以去贩售商品 你不可以成为直销商 不只包括自己 甚至你的家人 都不可以 要做利益的 要做那个 有利益回避的问题 所以我们从第一天就被灌输这样的观念 所以曾经有人问过 你有没有 怎么都没有想当过经销商 尤其在例会 你看 豪神 月入 你们的收入 我们都看得见 怎么都不会去吸引 我说这可能就是 我说怪我同学 就怪我同学 那个二十多年前的同学 他没有约我是听OPP 他是听 约我interview 没这个机会了 那以前没这样的想法 我相信来到立会更不会有 因为很 因为即便在立会成为行政团队 其实一样 不管在学习成长 或者是在财富自由上面 我觉得都还是有得到很多很多的照顾 对 是 所以在立会之前 你带过的私交公司 有几间 二三 其实严格来讲应该 三间 三间 刚好这三间都是跟我们的资深总监 IV 都一起共事 所以那三间公司都已经认识IP了 就是 我第一间 我大学毕业上班的那家直烧公司 我在那家公司服务将近快七年 那在第二年 应该是第三年的时候 一样 那个组织开到东南亚去了 所以那时候 那一年我大概 那时候才二十 二十八九岁 然后 在马来西亚区也是需要说公司设立 需要有一个人去筹备 去管理 所以那时候才二十八九岁 就被送去马来西亚 所以我在马来西亚待了 因为那家公司 然后在那边待了三年 那也因为是那家公司 而跟资深重建我们的IV 结缘认识的 对 是 所以 IV她那时候都是在马来西亚 不是说来台湾 是你到马来西亚 然后找到IV 对 我相信IV曾经讲过 我们两个人认识第一天的故事 因为那时候我是那家公司的 派出在马来西亚的管理层 然后可能直销商 透过直销商的介绍IV 然后来到我公司 要interview一个职务 那通常直销商 在马来西亚 那个领导人介绍的人 我们会比较 就会格外比较 特别谨慎 那IV来 我见柜台同事 叫她先填表格 按照我们 就是按照最基本的流程来 IV还觉得心里很不以为一天 因为其实IV比我年长 那她的在直销商 在直销的经历 其实比我更久更丰富 所以对当时她来讲 她觉得哇 那个无比的耻辱 我IV到今天当年 从来都是人家interview 人家直接就是 因为她都是 原来她都是担任老板身边 那个最重要的职务的人 那因为我不知道吧 所以她觉得 哇 耻辱 还要这样一关一关来 可是我记得 那天我跟她 在interview的过程 我一跟她谈完 就觉得 哇 我非要她不可 那种磁场 跟那种氛围 那也碰巧 IV那个时候 是两个孩子 都还在读幼稚园 她是两个小孩的妈妈 所以那时候对她讲 她也胸无大志 所以才会委屈在我们这里 我觉得她想要 能够准时下班 因为身为一个妈妈 她每天煎熬 都是最后一分钟 才有办法去载小孩 然后 都是以当时的 她当时上一任务 上一家公司 工作的loading太重了 对啊 所以她觉得 她只想找到一家 她跟我说 只要能够让她准时 上下班的公司的工作就好了 我觉得那有什么问题 她讲什么都好 因为我只觉得 这个人一定可以 在我当时在马来西亚 开创 版图的时候 她一定可以帮到我 做的忙 那也确实是如此 对 这是跟ivy基缘 那她真的有准时上下班吗 我记得她 当时那时候 当然一开始 一定我们一定要做到 慢水煮青蛙 慢慢来 OK 因为ivy一定是非常有责任感的 那我比较好奇就是 那时候ivy推荐你来 Reway的时候 你那时候没有想过说 Reway是一间 不一样的直销公司 因为毕竟你已经带过三间了 其实我跟ivy在最后 在Reway之前的 最后一个直销公司 共事的时候啊 因为我们两个都讲好 我们再也不要 回直销公司上班 因为有 觉得很疲倦 很失望 很灰心 所以我们都各自 回传产工作 是 所以 他曾经也讲过一段故事 就是他觉得当时 老板 刘文峰先生 去找他的时候 他觉得 他跟他老公讲 这男人疯了吗 如果我没有搞清楚 他是干嘛 会以为你是在追我吗 一直跑去ivy他们家 有时不时就跑去ivy他们家 那个麦当劳 去堵他 那ivy实在盛情难却 最后答应老板 当时的老板 当时的立会说 好 我就是兼职 帮你做 牌照的申请 然后 如果有做活动的话 我去做 好像consultant这样 类似 就是去做协助的角色 他也不愿意 踏入这家直销公司 因为我们两个讲好 再也不 那其实他观察了 这一家直销公司 应该长达一年多 所以他深知 因为他要办理 帮这家公司申请 牌照或办法 所以他整个完全理解了 这家公司的奖金系统 然后他的业绩发展 以及最重要 他跟老板的接触 的这一段过程 我记得他 在还没有决定 要踏入的时候 他就有跟我分享 然后我们就开玩笑 我就说 好了 你如果 你先观察清楚 假设真的OK 你再跟我讲 所以他找我 他真的踏入立会 踏入立会 大概比我早一年 前面接触 不是正直的不算 他就有跟我讲 他就有跟我讲 那你再进 你本来是在门外看 你等你进去看 你进去看 你在观察 真的OK 你再跟我讲 因为不然我们 不要再 不要再 我自己不要再 觉得被受伤 对啊 所以他也是真的 进去一段时间之后 他也把他的 妹妹也带进去了 我看到他 把他妹妹带进去了 然后那一年的六月 我其实在船产 上班的时候 那一年的六月 他叫我买了 我们买了机票 我记得六月 在槟城的表扬大会 他也叫我 那时候是Galadina 六月是Galadina 我就去看了他们的Galadina 然后九月老板飞来台湾 然后渐渐我interview完之后 我们就觉得 其实当时对老板 也没有什么信不信任的问题 纯粹会踏入立会 是因为Ivy 因为对Ivy的这么多年的友谊跟信任 他都一头栽进来 而且也把自己的妹妹都带进来 我觉得好吧 那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既然台湾那时候 我想那时候艳豪就已经开始了 所以他们觉得台湾需要一个人 来协助整个公司的设立 所以我就从那时候开始 对 讲到设立 就我觉得比较奇怪 就是我们最少公司是设在南洋街 南洋街是很有名的补习街 只是我那时候一直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那么多地方可以选择 然后公司会选择南洋街 是什么考量 我谈一下 因为其实要接触这家公司之前 也听了很多它的发展起源 所以大概知道 从Ivy的口中知道说 这家公司它是08年新加坡 这么小的 甚至都不想让人家去的地方开始 即便到了马来西亚 也是从大三角 还不是槟城 是槟城在更上面 一个更小的村落的 一个叫大三角的地方开始 所以我就觉得 既然这家公司的 两个国家都是这样开始的 那其实我对台北车站这一带 非常非常的熟悉 因为几家执销公司 如果从国外来 我也都几乎都在这一个 在台北车站这一带 所以从后车站到前车站这边 大概每一个办公斗 我大概都看过 都很熟 那为什么要选择南洋街当时 而且楼下还是卖小丑玩具的 对不对 我家卖小丑玩具的在上面 他应该知道说当时这家公司 我在设立登记的时候 我们就是 50万新代替开始的 那我们从事行政的人 我记得上一个礼拜听 那个我们的台湾总经理分享 他说哇 这家公司在培养人才 培养总经理的时候 就是都没有教他们怎么那个 省钱 省钱了 我现在心里我就一直吃 一直吃一直吃 他们在外面花钱 我们在里面看账单 看报表的时候 其实都很揪心的 因为一路从事行政工作的特质的人 就是这样 我们是看报表的人 所以我觉得当时设立公司登记 50万新台币开始 我怎么样能够不要在跟国外 要太多钱的情况之下 我们就可以开始了 所以我就觉得 如果结合立会在马来西亚新加坡 也是这样的开始 这是立会的故事 立会的卖点 我们并不是靠复利堂皇 而开始的 我记得那时候 9年前我们在开始的时候 常常讲就是这样子 从一个地方 在大盘角一直打 一直打 打到他穿为止 那我觉得 所以我不一定要找一个 复利堂皇的办公室 所以我们就从南洋街开 因为老板要求 老板只有要求一个 就是交通一定要便利 所以我觉得 台北上三田共共 交通是一个很方便的 所以刚好 有这样一个大小 我觉得够用了 所以我们就从这个开始 对啊 反正老板也不知道 那是补习街 OK 好那我听说就是 听你分享过 是在开南洋街开幕前一天 因为你们在整理嘛 那会场的椅子 那时候好像都是 从国外运送过来 是不是 而且就是 那个椅子是总裁 跟Simon亲自的 一张一张把它组装起来 那可以跟大家分享 那时候的状况 其实我说秉持这种 我蛮喜欢就是 很庆幸 是从立会一开始 就是还没有很多资源的时候 的过程就加入了 所以我说当时 家具的订购 其实都有一致的SOP 反正马来西亚 新加坡也都是跟中国采购 所以台湾也不例外 跟中国采购 那也是我第一次 跟中国采购家具 所以当整个装修 都七七八八了 然后家具才要送进来 也送到南洋街的时候 我就傻眼了 我想天哪 明天要开张 我忘记明天还后天要开张 椅子来了 我想象中的椅子是 就是你们现在在 OPP教室看到的椅子 应该长这样 就一来昏倒 它是那个 骨干归骨干 然后椅店归椅店 椅背归椅背 然后那时候只有我一个员工 密会刚开始只有我而已 没有别人 然后我记得 因为过两天就要开门了 当然Simon 我们的Simon还有老板 也都到台湾了 然后一定会事前就来办公室 去看头看我 我记得那时候老板来 看到会议室 是这个景况的时候 我其实是打算等老板走了 我请朋友来帮忙 然后拿了好几把螺丝起子 打算来组装 当时那个教室 我觉得了不起 不超过100张椅子吧 对不对 没那么大 好像没那么大 了不起七八十个而已 我觉得那个教室 大概七八十个左右的位置 的椅子 就打算没关系 自己来 自己来装 可是我没想到说 老板跟Simon进了 那个教室之后 我看到的画面是 老板就把西装外套脱下来 然后因为一张椅子都没有 他就直接坐在那个讲台 的那个讲台的那个高度 坐在那边 然后开始卷起袖子 开始研究一下 这个螺丝 这个什么因为这整包来乱七八糟的 怎么锁 老板真的 因为老板先坐下来 于是Simon也跟着坐下来 开始去锁那些椅子的 我其实那时候心里还蛮震撼的 因为从以前出社会到现在 尤其是直销公司的老板 都是高高在上 这些工作应该都是员工来做 我没有想到身为一个老板总裁 来直接就是这样子做 当然在这九年当中的共识 我觉得那我当年看到的那个画面 也不过是对于老板来讲 也不过是一个小小点 因为我们的老板 我们的创办人 他真的贫手贫足 任何一件事情 他都可以亲力亲为 而且做到非常非常的好 对我相信 那也是非常感谢 就是现在我们很珍惜的就是 因为在台湾有14间分行 算是非常多 很多重要现实都我们的据点 那据你了解的话 是别家直销公司在台湾 有那么多间分行的吗 其实不多 以直销公司来讲 我觉得很少 很少有这么多分行的 坦白说 因为对于每一个 因为从老板的角度看 他每一个分行的设立下去 都是一笔开销 还不是一次性开销 因为你要就要聘请人工了 然后每个月的租金等等这些 所以他会觉得台湾那么小 交通那么方便 干嘛需要这么多的分行 而且甚至有的是觉得领导人 自己去开自己的中心就好了 很多直销公司的老板 未必会公司自己亲自下去 设分行这么多地方 他宁愿我给你 我可能给领导人一些好处 然后领导人自己去开 所有的成派让领导人去承担 对这是我据我了解的 那当然这些分行都是由创购部 很用心的去找寻 那当然每家分行装修都是一样 那我就觉得公司很用心的是 他通常都是装修好之后 才会让我们知道地点在哪里 那当然公司选择地点一定有他的考量 他就是说在什么条件之下 我们才会再多在一个据点再多开一间分行 我觉得找寻找寻分行 我想不外乎跟大家跟所有 我相信在这里边很多领导人 自己本身也是做生意 你就从自我的本位去出发 你今天找一个地方 其实这个办公室并不 我说如果是否员工上班 其实员工不需要这么大的会议室 不需要这么多的交谈座 甚至有些执照公司的发货中心 他只要有一个可以柜台发货 开会反正领导人自己去开 可是我们在找寻分行 我觉得在例会很重要 老板很在乎的是会议室 因为会议室就是所有领导人的战场 所以有没有一个足够可以容纳 这个地方要发展的 装了下这么多人的一个会议室 是一个很关键的指标 那还有就是这里的交通方不方便 入业了之后会不会无奇马黑 大家会不会喜欢来好不好邀约 然后毕竟我们是做直销公司 人来人往 在这个地方会不会有邻居不喜欢 所以这些我想都是考虑的要件 因为我们希望我们去就能够 大家都能够很喜欢来这个地方 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那您刚刚提到说 每一个分行装修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大家 我说今天把你放在那个缅甸的分行 把你眼睛闭起来 然后把你带到那里 其实你也搞不清楚你在缅甸的分行 确实是利贵任何一个国家的分行 几乎长得几乎都一模一样 这是利贵想要带遵守的一个文化跟传承 对啊 就是完美的复制 对 那刚刚一开始介绍的时候 我们就提到是我们的领口总部 那确实很多人知道有这种不错非常兴奋 尤其是每次高速公路南下的时候都会看得到 但我发现这建筑好像跟一般的建筑蛮不一样的 非常具有特色 那我实想了解说 从一开始买地啊 到后来新建 到目前为止 就是有发生过哪些故事 然后预计什么时候可以完工 我说那个 我印象中 在找寻例会在台湾要自己买 要有自己的办公大楼的时候 其实很长的时间了 从一开始我们其实并没有想到说要自己盖 因为马来西亚也是买现成的来改啊 新加坡也是啊 就我哪有那么 哪有那么 哪有那么 哪有那么伟大的想法说要自己来盖一个楼 那也是想说来买 不过遍寻整个台北市的大楼 包括内湖啊 包括哪里啊 其实找不到一个地方是 可以满足我们想要 我们对我们那一栋大楼的期望 首先就要有一个 我们吉隆坡有一个一千人展演厅 我们也一定要有啊 不过 稍微手脸 这个法规的人就清楚 你要买一栋旧大楼 然后把它改掉它的某些结构 装一个一千人的展演厅 我目前想到只有就是 比如成都路的国宾戏院有这个可能 不然全大台北地区 即便现在的电影院 也都没有这么大的 这么大的那个一千个人的 这个阶梯式的展演厅啊 所以你们片群半天都 达不到我们的标准之后 我们把范围扩大到新北 甚至我们还有去台中看 我们怎么样都想办法 要找到一个符合我们想要的标准才可以 但找半天 最后这时间其实历经很长的时间呢 长达一两年都不满意 最后决定来跟老板建言说 老板如果我们想要我们的 那倒不如买一块地我们来自己盖 最后才又开始重新 我们不要看房子 我们开始考 看土地 那从土地 大家应该知道台北市大概也没什么机会 我们当然希望一个 新加坡来的公司总部应该是要在台北市 可是 大家应该了解台北市大概没有任何一块 这么大的土地面积可以轮到我们来买 有的话也大概就是建商都绑走了 那另外一个有剩下的很多其实都是工业用地 工业用地也没有办法按照法规是不可以盖 千人展演定的 所以我们才又把范围扩大到新北 所以最后在林口看到这一块地 觉得他距离机场 因为他就在集结的路上 距离中山高速公路就在眼前 所以南北往来的领导人 驾车很容易到达 如果常常要机场玩反的 再来到公司 国外的领导人或者是我们领导人要出国或干嘛 其实林口也很近 然后又有集结 又有高速公路 然后林口的整个发展 其实也一直都在往上 据我知道我们有一些领导人 包括利粹啊 可能还有更多 后面还有更多领导人 也都跑去林口自产 所以对啊 我就觉得 我相信做这个把我们的立会总部 买在林口 这个决定应该是没有错的 那从我的孩子有多大 这块地就买多久 因为我记得我是 生完小孩 明天是满月一个月 那前一天就约好了 要跟那个地主谈判交易 我还特地跟那个油饭公司说 你先给我多少油饭 因为地主是一群老人 我说我先跟大家试好 看会不会价钱比较好谈 我记得那一天 从早上十点钟左右 就在那个仲介 仲介的办公室 跟地主见面 一直谈到晚上六七点 就为了那么 每一瓶要降多少钱 谈到我觉得已经我很累了 我忍不住跟仲介说 我奶很脏了 我真的受不了 我要去挤奶了 我们不要再谈了 所以还没有满月 等于就是明天就满月 开始交易那块土地 一直到现在 我上个礼拜才帮我儿子过三岁生日 所以这块土地买到现在 真的就是三年 然后期间 从土地交易好之后 要找建筑师来做设计规划 然后设计规划 从建筑师参与这个案子 我觉得这个案子 大家南北经过 您刚刚讲的 我们每一个分堂都是等盖好 才会公布 才敢挂招牌 可是这个东西我也不敢挂招牌 就不知道为什么 大家都知道了 可是我后来跟Ivy解释说 没有办法 因为那个工地 有没有 工地外面就会挂一个 大辣辣的字 按照规定 台湾立会的营造商 就是那个没有 就是那个盖制洞房子的 就是台湾立会 所以我想也很难 不被大家了解 那他一栋这么特别在那边 听说在林口的那个林口地区的群组 也大家一直在问 这栋大佬到底是要干什么 因为他们也觉得盖的好不一样 好特别 而这也是从建筑师参与这个建筑案件规划 然后营造商参与投标 要来盖这个房子的这一路过程当中 所有参与林口案子的承包厂商 都觉得把它拿来当代表座来盖 因为他们觉得在台湾 设计案子或者是盖房子 很少去盖到这样的一个办公大楼 对他们来讲 他们是真的都把它拿来当代表座 甚至做设计装修的也是 对啊 一般我们在看办公大楼 或者是看住宅 每一层楼都是这样 都一样 不会说你家50坪 然后下面20坪30坪80坪 大部分都是标准 每一个楼层都标准 可是这一栋建筑物 地下三层 地上五层 八个楼层 没有一个楼层是标准层 每个楼层都长得不一样 然后我们的展演厅还是圆弧形的 所以那个水泥公爵 超级难盖的 所以盖这栋大楼确实有很多的 过程有很多很多 过程当中遇到很多很多很多的挑战 尤其是这一两年遇到疫情 大家大概知道说疫情期间 尤其是今年五月 其实我们工地要进入最后一些阶段了 刚好疫情来 其实很紧张 因为一旦有工人被确诊 或者是被足迹被圈到 你那个工地就要停工 所以我们甚至要求工人 要求不来最后报警 叫警察来工地 叫他们要戴口罩 因为一旦有人不遵守 真的真的 所以我说在工 其实工地压力相当的 做我们工地的人压力相当大 做另外东西的人压力都很大 怕工人被疫情沾染 然后另外一个是因为疫情期间 政府的政策也不开放外劳进来 所以整个营造是非常非常的缺工 对 所以我说 加上我们工地就在 刚好遇到这个疫情 所以其实有诸多的挑战 但还是一关一关的在克服 对啊 所以预计 预计什么时候有可能可以完工 我坦白说 其实我心目中设定的理想 本来一直觉得 明年就是我们台湾的怎么样 我们自己台湾的十周年 我当然心中当时三年前就一直觉得 我一定要在十周年去落成这个建筑物 但到底落成在几月 这个部分就得要靠 因为还牵涉到政府部门 因为对 所以我就说 我们是很有信心 一定会在十周年落成 但是到底在哪一个月份 其实请大家一起拭目以待 对啊 我刚刚突然想到一个差距是 那时候我们买地的时候 不是后来有人愿意出更高的价格 要买我们的地 买了地 我是九月嘛 九月买地 然后因为九月完之后 我们就开始如何突照建筑师去做 外观的规划 包括内部的一些讨论 其实长达这个过程其实将近长达半年的时间 然后你半年完之后 就不 那块空地是不能动的 因为有了确定了之后 你就可以拿着整个建筑图去跟市政府去申请 这个建造 所以这块 这一个期间 我们那块地啊 就杂草重生 有一天 卖我地的中介公司就打来问我 总监 问一下你们那块地还有要盖吗 因为我看都没有动作 如果没有的话 要不要 最近有一个台商从大陆回来 然后餐饮业 他们想要在林口 找一块地来盖自己的餐厅 然后看中了你们的那块地 你有没有兴趣想要卖 那你们要的地我们再重新再来找过 然后告诉我 一瓶开价的价钱 大概是我们当初的买价 他说 那个台商开价 是我的买价在每一瓶在加40万 哇 如果当初卖的话 可以现赚几亿了 对 好几亿 所以当然觉得 哇 这一方面跟老板讲的啊 一方面跟老板讲是 这么大笔的金额 这个要由老板来决定 第二个要跟老板讲是 老板你看 我真的没有买错土地 我记得当初叫老板 老板因为买地这么重大责任 我说请老板来到台湾 一定要去看看 我记得老板当初看了这块地说 哦呀 这有人 这个办公室盖在这里 到时候有 我看只有鬼会来吧 因为当时 因为三年前那边真的 对 就是都是草啊 我说没有老板 不要这样 人很多只是都在对面 因为对面长坑医院是南来北往 并问最多的医院 一定有人 对啊 所以我说我就跟老板讲这件事情 但是我觉得也 我觉得在立会 最大的成长跟收获 就是每每老板的 每老板的想法 总是不断地去刺激着 我们的思维 这么大一笔钱 问在座每一个领导人 如果是你是好几亿的价差 你会不会心动 而且他是开价 我们还没有 他开价就愿意先用这个价钱 是 对不对 反正那当时也都还没有宣布 说我们的地买在哪里 其实我们卖掉 然后再重新买一块 你们也不知道 然后公司就连落入好几亿的 钱在老板口中 让老板笑一笑而已 觉得哇 这么多钱 他说可是我们又不是做 那个地产投资公司 我们又不是要来买地卖地 干这个干什么 因为老板很清楚 他觉得 我相信听过老板 谈课程的人都知道 老板对老板来讲 老板所谓眼里面的钱 就是他买一瓶 普提尔进来 卖出去 普提尔 中间的价差 那个才是他认为 他要赚的钱 而所谓的投资 公司大把大把的金钱 他为什么不去投资 股票正确 菜券 土地房地产 老板从来不言 我们以前早期 我会这样建议老板 但因为被骂过 就知道再也不敢 跟老板讲这件事了 甚至很多银行都会来说 那个看着台湾利会的存折 里面好多的 我们的钱放在那里 你们不要做一点投资吗 我心里想老板 所谓的投资一个标的 只有一个标的 老板只投资一个东西 就是人 其他他同同都不要 他觉得投资人 才是最大的 获得最大的报酬 而不是那些东西 所以这是曾经发生过的 一个插曲 觉得 即便面对几亿元的东西 可以弱力弱力口袋的 老板一样 断然的拒绝 然后当然还我要再补充一点 就是有关于这个房子 大家都知道 我记得今年三月 在林口工地要调 最后一支钢梁上去的时候 因为当时总经理也不在台湾 老板也不能来 所以是我去做 这个上梁仪式的一个致辞 我就记我 因为现场虽然只有我们的经理同事 但我很想在这边分享给大家 我说 我其实那天很感动 当看那一支梁 缓缓地从一楼掉到五楼顶 上梁一时就是最后会保留 最后一支梁 然后挑梁成即时 然后把它缓缓用红布 然后你会在上面先签名 所以那一支钢梁不好意思 落了我的名字 然后掉上去 那天我讲 我说 我跟所有的 因为在场除了我们立会的经理之外 然后还有其他的承包商 我说 台湾立会是一家 八年前 成立的时候 只有五十万 资本金的工资 我们是从这样开始的 然后从一瓶产品 一瓶产品 一瓶产品 经销上这样去努力 到今天 我们买这块土地 盖这道大楼 到今天 我们没有跟银行 借贷过一块钱 当然实际的实情是 去年那一年三年前 九月我们买土地的时候 我们有找过银行 想说 这么大笔钱 不好全部把现金全部拿去买 我们应该也要来银行贷款一下 实情上 今天在这边 我要告诉大家 是当我们去面对银行坐下来 遇到了几个 第一个是银行 就很奇怪 地主一坐下来 也问我这件事情 银行坐下来 也都是开 当年三年前开口 都问一件事 就是 总监可以解释一下 你们跟高国华 是怎么回事吗 那个新闻事件 沸沸扬扬 都是这些 地主一坐下来 他就问这件事 然后银行团 几个银行坐下来都说 你可不可以解释一下 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 然后第二个遇到的困难是 其实 那时候其实开始有一些建筑的草图 明出来了 所以 包括从 要去做土地借款 或者是营造借款 你拿这栋建筑物出来 要跟银行谈 银行也不觉得这栋建筑物 他们想要放款给我们 原因银行踩的一个原因是说 这栋建筑物长得这么奇怪 以后如果万一要被 万一我们还不了钱 然后银行收购了 然后要去拍卖 要卖给谁啊 谁要一栋建筑物里面 有一千个人眨眼睛 所以银行也因为这个东西 所以其实我们跟几家银行谈 他们的 那个 审核的时间拉得很长 那我们就要 我土地要交割啦 我房子要盖啦 不然想要算了算了算了 反正我们也不是没有钱 所以不是我们 其实并不是我们不要跟银行借钱 是他们拖太久了 很不及我们例外的进度 所以最后 确实真的 没有跟 到今天没有跟银行借一块钱 这是我觉得很值得 骄傲 想要分享给所有的领导人知道 对 我们是 这样子开始的 对 所以我们理会是非常有实力的 好的 好 那另外就是想问就是说 因为也知道说我们的美容品 美容品的研发 也是由创购部 来发展的 来完成的 那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这个美容品 它不简单的地方在哪里 其实应该说整个产品的研发 只是是掌握在老板的 老板还是领军着大家 那他往往设了一个非常高的高标准 然后让我们包括产品经理创货部 大家一开始真的是淘沫一小 因为大概熟知化妆品保养品的人 大概都知道说 你今天要买一个保养品 女孩子 尤其是女生 我要着重美白功能 还是我要抗皱 一定是分开来的 很明显 你不可能 你同时又要这个又要那个 因为他很多产品的 不同的功能的产品成分 其实是会相 有些会相互抵触的 那再加上老板当初就觉得 你叫男孩子 因为他希望一个产品出来 是男生女生都能够使用 你叫男孩子去涂涂抹抹 老板觉得怎么样 太娘泡了 那男孩子因为老板 他们以前BD他们都会喷香水 对不对 他就觉得如果有一个保养品 是用喷的就好了 那不改变男孩子使用习惯 因为男孩子有时候会用骨盎水 喷一喷还可以 但是要擦东西他们不要 所以你要让一个产品 化妆一个保养品 建立在用喷 喷物的这个喷剂概念 要达到一定的效果 它本身就不容易 因为你这样一喷 能够琢磨在脸上的 跟实际用擦在脸上的 一定是擦的会最直接 那你喷的要效果又要好 然后老板说 不要跟我讲 我的产品是什么 要有什么功能 你这样问就侮辱了他 因为他说他的成品 就是要包罗万象 所有功能统统都要有 就因为这个目标 其实真的就 折刹所有的研发团队 真的是很难很难 去达到的一个目标 所以当然 你要效果要这么好 然后 这也是我们的第一代推出 会有一些很多过敏的反应 因为你要效果强 然后又如何怎么样应用在每个人的皮肤上面 可以不会有一些过敏的反应 它真的是很大很大的挑战 所以才会选急 很快的 为了要去克服这些问题 然后甚至把配方再去提升 又进阶到我们现在Consentious的第二代 对 所以我觉得 立会就是这样子 对于每一个产品的要求都 老板的标准是定到比天还要高的 否则没有的话 他不愿意退出 为什么一家直销公司 08年创立 一直到第九年 才愿意出第二支产品 就是老板的坚持 否则很多直销公司的思维 会觉得 我有这么大的通路了 我随便丢一支牙膏 随便丢一个 大家都会用的东西 反正换来例会买 我一样都有钱可以收 但老板不肯 因为他觉得 要对所有领导人 要对市场有所交代 一定要是最好的才可以 是 好 那算算应该来到立会 你有十年了吧 有十年时间吗 对 你有多久 就多久 OK 好 那这十年的时间 你觉得立会 你本身最大的改变 还有收获是什么 我觉得 大家知道 我还没有来到立会之前 我就在玩铁人三项 其实我在铁人三项里面 常常 我也其实影响 我骗了很多人 去玩铁人三项 因为我觉得在铁人三项里面 能够 其实 但不是大家表面上看到的 只是运动而已 对我来讲是心智的挑战 因为我觉得 我们每一个人 离开学校 出社会之后 你很少会有 做 很少说 一件事情 你可能花几个小时 你就可以去印证一个 从 开始 然后 过程 然后 到达目的地 终点 那个过程 大部分都是自己跟自己在对话 自己在跟自己的意志力做挑战 每一场比赛都是如此 那 我很喜欢那样的过程 虽然 我很喜欢从开始到结束的 这整个感受 我觉得他不断地去强化自己的意志力 一直强化自己在面对每一个比赛 每一个挑战 的 那个 自己的 那个坚持度 那 说穿了 那我说那里不过是运动而已 可是 到了 十年前 接触立会之后 我发现 这是一家 他完全 把我原本在运动所感受到的好处 完全全 整个环境 整个立会从老板 到 整个行政团队 甚至包括到领导人 都在这样的氛围里头 我很少找到一个直销公司的环境 很多领导人通常来到一个位阶了 他就停止了 因为他觉得他够了 甚至老板 老板自己本身也是 老板觉得 但很好了 他满足于现状 可是我觉得在立会 就像我刚刚一开头分享的 你从一开始 我从一开始的距离 短距离 中距离 长距离 在这里立会 那个目标 我们 even到今天 我相信所有领导人 都跟老板一样觉得 我们还没有真正的开始 对吧 立会还没有真正的开始 所以我觉得 这个环境 带给我的冲击跟影响 是我最大的获获 那当然 公司在 不只是领导人在 我们看到领导人 财富自由 经济自由 很多的东西 我觉得包括员工 包括我自己本身也是 我在这边 我觉得也 让我的家庭受惠许多 对啊 那自己的成长 更不在话下 对 那创购部 一开始我还问说 什么叫创购部 好 那我们创购部门 接下来还有什么计划 那可以跟我们透露一下吗 我说创购 这两个字 你如果从中文看 它就是创 创 创立建构 创立建构 因为老板觉得 我的工作就在于 每一个 立会去到每一个国家 新的开展 从零开始 所以给予了这个 从英文 因为部门 当初拆成八个部门的时候 都先从英文 英文开始 然后从英文翻成中文 所以establishment 翻成中文 就是创购创购 所以就有了这个创购部的由来 那创购部其实 一路以来就一直在 从事 新市场的一个部件跟准备 那我相信最近一场 最近有听老板分享的人 大概都可以听到 老板一直不断的在谈 立会可能会有一些重大的 接下来可能等疫情开战 就会有重大的变革 包括整个公司内部的整个团队 可能会拆分成更多的 把整个全球 按照整个主市场 去做切割 那其实这意味着 创购部在几个海外的市场 包括 其实欧洲从去年三月底 我们本来在布拉格 就要开幕的分行 其实最近近期开始 我想十月份 十月份同事又要再飞过去了 我相信因为现在随着疫情 欧洲已经整个都OK了 所以其实我们又要再回到 那个地方 我相信很快的 整个欧洲市场 听说其实我们英国也有飞马了 不只是英国都有飞马了 所以整个欧洲市场 其实我觉得会是接下来 下一波的重点 甚至还有包括 我们早就已经有美国的飞马了 所以美国的市场 只是在疫情前 也都已经在筹备了 所以我相信 等这波疫情 我相信明年 如果能够拨云见日的话 我就会带领所有的立会领导人 朝向另外一个更大的市场 对 太好了 大家一定非常期待 好那 Larriway有什么 有哪些你特别想要感谢的人 我觉得跟大家 不例外乎 我觉得首先一定是感谢老板 因为老板独创的 独特的见解 跟他如此大的一个 一个梦想 跟一个他的视野 我觉得是开启所有的 所有所有人 在座我相信很多人都是 本身都是传统产业的大老板 但我相信 在接触老板之后 都还是不得不佩服 老板他 他的格局 我觉得是他的格局震探了所有人 也是让所有人 愿意一直追随他 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然后再来第二个 我想要感谢 但是引领我 进来到这个环境的Ivy Ivy跟我亦师亦友 我们相当深厚的友谊 所以倘若不是他 我也不会接触到立会 再来一个我想要感谢的是 我们的陈总 台湾市场 倘若不是他 来担任这个总经理的角色 几乎真的是把家人 整个安顿 整个家人 讲难听事 就都丢在马来西亚 然后他一个人在这边 我觉得台湾市场 倘若不是他 跟豪神 跟欢云 跟邱大哥 你们几个这样 平手平足配合 我觉得也很难 很难有今天的这些 在台湾看到的 所有点点滴滴 包括所谓的这些 领口办公大楼 所以我觉得这是 你们 当然要感谢豪神 我觉得如果 台湾的第一个 不是你的话 是别人的话 可能不知道今天 又是另外一个景象了 所以感谢 还有很多很多台湾的领导人 我觉得台湾立会 能够有今天的成就 真的感谢 所有的领导人 每一个人的努力付出 那 当然我们也才 还没有 我们还没真正的开始 所以我希望 这也不过是一个 我们准备 还要再迈向 另一个高峰的一个 初始点而已 对 好 那最后有什么话 想 可以鼓励线上的 所有领导人 我觉得 因为这一段期间的疫情 你包括 我也非常感谢 豪神有神 豪神有约 创办这样的 让每个领导人 都去熟悉 这样的线上的会议 因为这样的线上会议 我相信配合 我说 接下来欧洲市场 美洲市场的开打 我刚刚讲到 英国的飞马 是怎么完成的 难道是有台湾的 难道是亚洲的领导人 飞过去辅导吗 我相信在过去这一年 一年半载的期间 是绝迹不可能的 也是透过线上 所以感谢因为疫情 因为改为线上 我相信能够让这个 岛国上的很多领导人 透过这样的模式 然后搭配 立会的一个 延伸的一个 搭乘立会的翅膀 可以展延到全球 所以我希望所有领导人 都能够跟上这样的脚步 跟随你的上线 跟随你的公司 一起开展 在立会属于你的国际视野 属于你的国际版图 对 OK 好 那今天真的非常高兴 能够邀请后亚来分享 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 然后我觉得它对于台湾 其实不仅是台湾 包括这个 立会国际的付出 跟贡献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但今天也听到 它一个成长背景 那原本是一个 只是做室内运动的 后来尝试健身 后来尝试了户外活动 甚至去参加铁人三项 然后去完成很多 不可能的任务 我相信它的 这样的一个特质 在立会这样的环境 它可以很好的一个发挥 因为毕竟呢 立会就是一个充满挑战的地方 然后呢 也感谢IP 若不是当初 IP有跟我们后亚公司过 我们就没有机会去 找到这么好的人才 来协助整个台湾 甚至立会国际的后勤的资源 因为我们都是在前线的 但是我们常忽略说 后面给我们的资源 是非常重要的 包括很多分堂的设立 然后包括 今天我们看到整个 立会很多的国家 都有总部 那我们台湾也即将 有自己总部的时候 其实大家是非常的期待 也非常的兴奋 那这些 种种的一个努力 都是由我们的 后亚代理的创购部来完成 所以我觉得我们立会 真的很亲近 有这样一个部门 然后可以让我们 没有后顾自由的 一个往前冲 那当然刚刚我们 后亚有提到说 未来的一些方向 真的立会也是 出现迈向欧洲 美国 这样国际化 所以当然我们台湾的领导人 也可以趁势而上 但我们具备 很好的一个基础 所以我们就跟公司 很好的一个配合 相信在这样配合之下 每个人都可以 迈向国际 所以今天真的很开心 听到后亚的分享 我相信可以听到很多 我们很想 很好奇的部分 那今天后亚都给我们 一个很好的回复 真的非常的感谢你 所以再次掌声 谢谢我们后亚的分享 谢谢你 好 那预告一下 预告一下这个礼拜四 这礼拜四 毫升有约呢 刚讲到国际化嘛 我们就邀请到一位 来自澳洲的飞马 大家应该听到澳洲飞马 就知道 就是 他是一位牛肉进口商 也是一个生意人 那当初因为太太 有三叉神经的问题 经由朋友介绍 接受我们产品 使用的非常好 就开始了解瑞这事业 那没有想到呢 后来就成就 因为 这个事业高峰 那他是谁呢 他就是 应该很多人都听过他分享 所以 他就知道 他的一些 独到的见解 对我们做瑞事业 是非常有帮助的 所以想知道 他背后的成功故事 请锁定这礼拜四的 豪审邮约 内容非常精彩 不要错过 好 所以我们豪审邮约呢 礼拜四早上见 好 拜拜 谢谢我们的侯雅 感谢你 谢谢 拜拜 有机会再跟大家来分享 OK 谢谢 拜拜 好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